你知道椎间盘突出的病患 有可能进而影响行走 甚至面临瘫痪的风险吗 台北医学大学副社医院副院长 暨神经外科组织医师罗文正表示 椎间盘突出多属于脊椎病变 一开始症状为四下肢麻木 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腰椎问题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的头部经过我们的颈椎 要执行它的一个所谓的命令 从这往下传 所以它颈椎出了问题 脊椎存伤被压迫到的时候 它是从它颈椎以下的各个功能 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病人时长就会表述 就是说它两只脚的麻无力 甚至像淹水这样慢慢从脚一直往上 经过时间更久到可能到肚脊 甚至到我们的胸腔 这些两个都有可能会出现 这叫脊椎病变 由于患得此症状的病患 肌力下降双脚无力 走路也会跟着不稳 或是不慎跌倒 对于身体更是沉重的损伤 而罗医师发现 椎键盘突出的病患当中 约有九成与过度使用3C产品相关 因此呼吁民众切勿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事实上我们也针对就是说 针对就是过去这几年里面 浩华的族群的开刀的族群里面 有接受过因为它严重到需要动手术的一个病患里面 那你会看得到20岁到60岁会中间这个 已经在上班的族群里面的一些病人的话 你就发现说如果真正它有严重到需要动手术的话 大概90%都是会跟Concure的使用会有关系 就是电脑还有3C产品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还是再次的呼吁大家 务必要特别注意到 不要过度的使用3C的产品 同时每个小时一定要得到适当的舒缓 现代人长时间使用电脑工作 或是趁休假期间狂玩手机平板 以示生活常见 因此医师也推荐大家 可以在使用3C产品每隔一小时 就将脖子向后仰 往左右伸展10秒钟 耸肩双手向后伸展 放松肩颈的压力 并且适当的运动 维持身体肌肉的支撑功能 记者问君采访报道